如果一生只做喜欢的事,是否也能达成心中理想呢? 多年以后,面对摄像机镜头,公仔将会回想起 他的母亲带他去见识巨大章鱼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在古老乐曲的影尘下,章鱼悠悠地漂浮着 就像一只正偏人起舞的外形生物 公仔心无旁骛地看着 直到闭馆声响起母亲来到身边 他依旧沉浸其中,不愿离去 也是在那个下午,母亲送了他一本预备图件 自此,公仔走向了属于他的命运 探鱼,化鱼,养鱼,吃鱼 凡是和鱼相关的一切,公仔都乐在其中 每每说到鱼类的名字,他甚至会在后面加上鲸鱼 那年夏天,一家人去了千叶的海边旅行 一同前往的,还有玩伴桃子和日籍 正当小伙伴们百无聊赖之际 公仔怀抱着一只大大的章鱼走出了海面 众人惊呼着围拢过来,商议起处置方法 公仔想把章鱼先生养在浴缸里 还睡的话撒点盐就可以的吧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被家长接受的方案 但母亲却意外地表示了支持 在女儿爱鱼这件事上,母亲一直是开明的 父亲也很欣喜 他首先向公仔表示了祝贺 而后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地解决了章鱼 撒盐就不必了,撒点自然应该会更好吃 除了公仔外,村子里还有个碍鱼的怪人 孩子们叫他姑姑叔叔 相传遇到姑姑叔叔要把拇指藏起来 如果他主动上前搭话,就夸他的帽子好看 不然就会被抓住改造成鱼 一个下雨天,独自放学回家的公仔 恰好遇上了姑姑叔叔 他低头躲避着,叔叔却很是热情 两人聊起鱼的事,瞬间找到了共同语言 吃晚饭时,公仔向父母提出要去叔叔家里玩 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父亲做烟测激烈地反对 对治之后,母亲对公仔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去吧 不过必须要在天黑前回家 夜里客厅传来了父母的争吵声 父亲觉得公仔把行死券用在鱼上是不正常的 这孩子是不是和周围的孩子不太一样呀 那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母亲的回答轻柔却坚定 公仔的成绩是不好 但他在课鱼时间化的鱼类小百科却受到了众位老师的赏识 公仔日报被贴在了学校的宣传栏上 他第一次因为喜欢鱼而成为了新闻人物 公仔很开心,同样欣喜不已的还有姑姑叔叔 在叔叔的小屋中,公仔见识到了很多的鱼 他好奇姑姑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 今天有同学问他将来要做什么 他不知该如何作答 叔叔有些惭愧 我们家呀,以前挺有钱的 但叔叔就业失败了 就没什么钱了呢 可现在叔叔还是鱼博士吧 并不是呢 我也想当鱼博士 可学习不好,就没有当成 叔叔显出几分失落来 公仔却兴奋宣布 自己以后一定要成为鱼博士 那天下午,两人沉浸于磕眼中 不觉天黑 直到警察找上门 姑姑叔叔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 尽管公仔拼命求着请 警察还是坚持要将他带走调查 离开前 叔叔将那顶香屯帽戴在了公仔头上 你一定要成为鱼博士呀 警车上的叔叔呼喊道 公仔一路追赶而去 还是为追上鸡翅而去的警车 很多年后 公仔成为了一名高中生 那顶香屯帽还在 姑姑叔叔的小屋却已荒废了许久 学校宣传栏中 依旧贴着公仔日报 只是已无人关注 为了扩大影响力 公仔将学校混混团体的新闻 夹在了日报中 这引发了中二少年的强烈不满 异形人蓝势汹汹 公仔却显得云淡风轻 我妈说了 新闻媒体屈服于暴力的社会团体 是不好的 众人不知该做何反驳 便只能张牙舞爪 物理恐吓 结果却未达预期 反被公仔成功捅化 一个课间 中二团体再度找上门来 这次少年们的态度谦逊了许多 团体首领的爷爷是一位渔民 某日出海 偶然捞出一堆后来 老人家想着送来学校 用于教学 但老师却不知该怎么样 便只能请于疯子公仔来帮忙 公仔兴奋不已 当即带着中二团体出了街 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海边 呼喊着耗子 接力将海水灌入桶内 忙碌完后 众人悠闲坐在海岸上 首领问公仔 为什么那么喜欢于 公仔的回答很简单 于先生是我的朋友 有时候我能懂他们的心情 伤心的时候就这样把于仙放下去 就像实在和于先生们说话一样 如此奇怪的想法 众人显然无法理解 此时有余上钩 开心如孩子般的公仔 想要现场宰来吃 中二少年拿出刀来 虚张上市的笔划了一通 却被公仔在于的贤熟手法惊掉了下巴 众人觉得新鲜的生鱼片并不美味 人们之所以爱吃是因为占了酱油的缘故 公仔很气愤 这简直是对于先生的侮辱 必须道歉 争执之际 另一个中二团体到来 为首的是一名叫霓山的少年 而他们真正的老大 不是别人 就是公仔儿时的晚伴日吉 不过现在他换了一个很拉风的名字 败犬 幼稚的言语交锋过后 百无聊赖的中二少年们 展开了更为幼稚的海岸攻防战 最终 这场战斗以公仔制服日吉而告终 疲惫的少年们握手言和 纷纷趴在海岸线上观察起鱼来 一只乌贼游过 众人想将它捞出 却苦于没有鱼网 回头 霓山的性感鱼网山映入眼帘 捞鱼计划得以继续 公仔拍拍胸脯 跳入海中 乌贼被成功捕获 岸上众人鼓掌欢呼 新鲜的鱼肉分而食之 所有人心满意足 唯有霓山景气地站在一旁 乌贼的肝脏有机生虫 我才不吃呢 显然公仔更了解鱼类 他强行塞了一块乌贼肉过去 霓山小心翼翼地放入口中 随即露出惊异神色 这肉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吃呀 这家伙好像自带主角光环一般呀 首领笑说道 一旁的日吉也泛起笑意来 回去的路上 日吉告诉公仔 自己的外权生涯要告一段落了 他想考去东京的大学 所以必须要认真学习了 公仔也一样 想好好钻研鱼的学问 学习不好可没戏 分别是 两人互相做起古劲的手势 就像童年结伴归家时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 日吉见行了自己的诺言 被潜望时 悬梁策骨 终于将排名提升到了年级前五 而公仔依旧沉迷在鱼群之中 成绩毫无起色 面对此般状况 母亲毫无责备之意 他告诉老师 如果大家都是有等生 那和机器人也没什么分别了 这孩子喜欢鱼 还画了鱼的画 这样就挺好的 母亲的语气依旧轻柔且坚定 而母亲的信任也并未被辜负 不久后 公仔养育的那对后 经意外孵化出了幼苗 这还是日本首次实现人工孵化 公仔再次因鱼类成为了新闻人物 镜头前 他懵懂不知状况 但管他呢 是荣誉就应该坦然接受表彰 吃晚饭时 母亲鼓励公仔遵循自己的内心 好好学习鱼类知识 然后选择相关的工作 去看看更广阔的大海吧 母亲的话 让公仔眼中闪烁起光芒 随于父亲离婚后 母亲一个人支撑起生活 难说不辛苦 但他从未因此否定过孩子的热爱 就这样 公仔独自起航 却往了异乡 在东京 公仔先后找了水族馆和寿司店的工作 但初入社会 一切与自己想象的大相径听 工作就是工作 繁琐无聊 毫无趣味 公仔无法适应 唯有焦头烂额地应付着 某日下班 他跟着寿司店老板去了酒吧 百无聊赖之际 而是玩伴桃子 花枝招展地出现在了眼前 桃子总说他在东京做着白领的工作 风月长生的不期而遇 透着些许尴尬 听说公仔还在围着鱼打转 桃子露出成年人的笑来 现实的社会是容不下多少天真的 不久后 桃子搬了新的住所 一个男人出了这里的所有费用 他暂时无需忧虑什么 你这样就像被那个人饲养了一样呢 公仔念叨说 桃子倒不在意 长大后 每个人都要拥抱属于自己的命运 公仔从包里套出了一只金鱼 送给了桃子 有鱼陪伴 大概是能少些孤单的吧 作为报答 桃子为公仔介绍了一份工作 有个牙科医院的老板 想要设计一个工客人观赏的水族箱 他的要求很简单 要好看 要治愈 要给前来就医之人 带来奇迹般的抚慰感 这样才能客流不断 残缘滚滚 公仔很兴奋 他觉得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 他沉浸于水族箱的设计之中 和鱼打交道 远比人 要轻松许多 为了寻找合适的鱼种 他甚至不顾湘民劝阻 孤身走下石滩 再出现时 一尾大鱼正在他手中跃动着 居然真被这小子抓到了 这娃简直就是鱼的孩子呀 湘民像在感叹着一个奇迹 经过没日没夜的奋战后 公仔终于完成了心中全部设想 然而老板却并不买账 他想要的是华丽的 闪亮亮的 有孔雀鱼游来游去的那种 而公仔设计的水族箱 玄机全藏在暗处 只有内行人能看出门道 客人们只会觉得简陋 毕竟许多人 紧紧把鱼当作装饰品来看待 不过也非全无收获 至少他得到了水族店老板的赏识 又为自己磨得了一份新柴事 在东京 公仔还见到了日吉 他已没了当初败犬的嚣张模样 高档餐厅中 合体的西装 主持人女友散发着意义光芒 提及工作之事 公仔说他暂时还在水族店中打工 未来想成为于博士 日吉的女友发出吃笑来 于博士 多么不适合成年人的词汇呀 就像公仔的梦想一样 不合时宜 心落声中 日吉的笑容渐渐凝固 最终就会不欢而散 女友兴兴离去 留下来的两人一起童年时的姑姑叔叔 宠又泛起笑意来 希望你真能成为于博士 你一定没问题的 日吉带着几分醉意说道 他想的夜晚 华丽的酒店 两个青年人为了各自的命运 而举备相助着 日子如常向前 某日下班归家时 桃子正等在楼梯处 身旁还跟着一个孩子 他被赶出了门 无处可去 只能来此借宿 公仔没有过多追问 便收留了两人 桃子从包里拿出了那只金鱼 他还活着 似乎长大了许多 公仔脸上露出欣喜表情 就这样 在这繁华都市的角落 三人临时组成了小小家庭 天亮时吃饭 而后出门上班 窗口传来 注意安全的叮嘱 夜色重归家 灯光早早亮起 进门响起 欢迎回家的低雨 无声无息间 碍与责任 在公仔的心头生长起来 他开始像一位父亲般 守护着这个家 只是桃子好像在忧虑着什么 抱歉 公仔 我们打扰了你和鱼儿们的生活 总觉得现在的状况有些不正常 他们怀歉意地说道 正常是指什么呢 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做正常 公仔语气温柔且坚定 看着海边无忧无虑玩耍着的背影 桃子脸上显出几分留恋 雨不舍来 一日清晨醒来 家里的鱼突然消失了很多 他们被公仔送去了水族馆 店长 我想要更多的钱 我也想要 店长开玩笑般回答 而公仔却是认真的 他想要更多的工作 赚更多的钱 也守护好自己的小小家庭 下班后 他在商店货柜前犹豫了很久 最终选择了更贵的那盒彩币 这是他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楼梯处 他开心向邻居炫耀着 进门却遭遇了冷清 桃子离开了 桌上放着孩子的画 鲸鱼也被留在了这里 公仔发了好久的呆 直到夜灯亮起 他才拆开那盒未送出的彩笔 画起了桌上金鱼的样子 人的一生 总要经历几次 独自在酒馆买醉的时刻 而这是公仔的第一次 显然还有些声色 九亿蓝山中 他和老板阴鱼的种类起了争执 最终被扔在了狭窄的后巷之中 醒来时已天光大亮 为了报复老板 他在酒馆卷帘门上 画了一条大大的柳叶鱼 众人围观中 有人喊起他的名字 惊恐着回头 首领竟意外地出现在了身后 公仔开心地如孩子般拥了过去 首领现在做着送货的工作 而他的客户之一便是倪山 这家伙开了一家寿司店 因为高中时遇到公仔 他被乌贼的美味所感动 于是一毕业 便劝了寿司店当学徒 人生际遇 往往在无知无觉间被改变 店面要重新装修了 倪山请求公仔帮忙画些海洋主题的壁画 公仔眼中再度闪烁起光芒来 这份工作可以任其挥洒 接下来的日子 他沉浸其中 不知昼夜 壁画完成时 母亲恰好赶来 看着围观的人群 脑袋出现的母亲倍感欣慰 因壁画的成功 公仔接到了很多工作邀约 其中还有杂志社的约稿 他想着等领导稿费 请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寿司 而母亲却在此时告诉他 其实妈妈我呀 并不喜欢鱼 更确切地说 爸爸和哥哥也不喜欢 大概是我让他们太过为难了吧 但是幸好公仔能一直如此热爱鱼类 如今满墙的壁画 也终于让母亲 确信了这些年来的坚持 不久后 日记再次出现 他现在在电视台做企划工作 想请公仔做一期鱼类主题的节目 我呀 想让更多人了解公仔 大家一定会感兴趣的 可是要说些什么呢 公仔却出了一个纸箱 里面放着他最珍贵的东西 中华后标本 公仔日报 章鱼画像 鱼背图鉴 还有姑姑叔叔留下的帽子 去电视台那天 他戴着这顶香鱼帽 欢快地登上了嘉宾席 一切毫无修饰 自然而然 但朴素至极的成长经历 却意外地打动了众人 电视机前 首领 泥山 店长 父亲 哥哥 母亲 日记 还有去了远方的姑姑叔叔 所有相熟之人 都在此刻 看到了公仔 因热爱 所绽放出的花朵 又是一个午后 水族乡前 桃子将一本鱼类图鉴 送给了自己的孩子 而书的署名出席着 于博士公仔 一个纯真的傻瓜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无数孩子追赶起他的脚步 而他纵身入海 挂身为鱼 重又做回了自己最初的模样 鱼之子 像是一部拍给成年人的童话电影 我一直觉得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舍弃和失去的过程 所有人都是势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 而后再借由知识与周遭的经验 不断完成社会化 其间那些纯真的 赤诚的 浪漫的情感 会随着时间不断褪色 而那些伪士的 粗力的 庸俗化的观念 则会渐渐成为思想意识的主流 世界反复冗杂 原始的赤诚与浪漫 往往只能成为映照于心底的月光 而被外物不断强化的伪士和庸俗 却可成为现实中 日夜傍身的武器 这大概就是成长为人的必然代价吧 但却值得一生叹气 抱歉 我成为了一个庸俗的大人 人们总愿意为了 月亮和六变事 而跌跌不修的争论 但在当代社会中 这更像是一种自我粉饰 仿佛放弃月亮 选择六变事 只是因为身不由己 抑或身不逢尸 当代人真的太会为自己找借口了 很多时候月光就在眼前 而我们却早已主动接受了 外部世界的规训 目里所及之处 只剩下了虚荣和浮华的表征 承认吧 月亮一直都在 只是我已不愿再去追逐它了 所以公仔的人生就像一个童话 反称的众人欲显庸碌与盲目 在世俗意义上 他的热爱获取一无是处 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会为这份追逐本身而落泪 这个赤诚的傻瓜 从未想过该选择月亮 还是六变事 他只是选择月光 傻兮兮地不停奔跑着 这当然显得笨拙 但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呢 我是唐九叔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